大家请看一辅流点尾恐怖如斯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李白 你只见这个点尾 啪的一下把你给秒了 一辅就一辅啊 然后你就看着点尾差一点 又把杨简给秒了 但是杨简的运气好没有死 这个时候你沾沾自喜 点尾没技能了 你觉得香香应该可以完成收割 可是谁能想到啪的一下 又把香香给秒了 此时的你看着越来高地又越水晶 打完一波团三沙 血还越打越多的点尾陷入了城市 你不理解 你想不通 这个点尾是个什么鬼东西啊 从理论上来说 点尾的被动大约可以提供1.4把破均的攻击力 所以在常规状态下 点尾的攻击力应该是权香谷里面最高的 如果此时你给他拿一点小小的暴击 那么你就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快乐真的如此简单 一斧头六千血 有什么好说的 教学开始 第一步 备战好这一套装备李静明文 旧途一乐儿仅供参考 第二步 把真机给他绊掉 别问 血的教训 第三步 准备完毕进入游戏 巅峰一千八 在这样一个段位里面 点尾不是每一把都能选择哦 对面有超过两个以上是比较灵活的英雄 你像是香香和李白 那么你选个点尾 效果是肯定不会好的 毕竟你切不到人嘛 但朱老师 单排101的大高手 打中段位就一个字 手到擎来 点尾一般是射手路也去开 然后四级到对抗路 别问都是经验 这边野区附近拿了一波混战 人头可不可以让呢 可以让 但没有必要 先用逞机 退掉摆起人头 再计算好伤害 一发普攻 拿下养检 二连击破以后 奖励队友一条主宰 但是孙笨很不给面子 我不就K了他一个头吗 他居然敢K我主宰 这种事情能不能忍呢 其实可以忍 但是没有必要 所以咱们再次奖励孙笨一个助攻 玩打野 建立优势的下策 是从队友的身上索取 比方说趁中线 而上策 是从对手的身上索取 而一个没有技能的李师傅 不是为一个很好的索取对象 但是等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 孙笨 他有一个放狗K头的动作 关键是头没K到 还想K我蓝buff 蓝buff没K到 还想K我什么东西 你个孙笨 跟带了十个新眼一样 一个人的坏心思 怎么能有这么多呢 朱老师不理解 但朱老师大为震撼 不过先不管那么多了 野区附近 再次爆发一波混战 铁尾站路的墙 是用他的呆和手短换的 在团战开始半天了 朱老师一直在跑东跑西 一点伤害没打出来 不过幸好啊 有个高建理主动送货上门 情况立马就好了起来 打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 那只要手起道路 手起道路就行了 收完杨检 憋个塔 白七也拿下 4分30秒 7-0 这有什么好说的 继续进对面野区 找乐于奉献的李师傅 索取一下 高师傅也不甘忍厚 非常果断的西村小我 成全的大我 5分20秒 8-0 经济已燃起飞 这个时候抓蒜香 就是一个字 手道勤来 他位移多 有什么用呢 我经济碾压 直接喂他 朱老师这个人 非常的酱 诚信 在他的眼里非常重要 就像是这一波 说了要去抓蒜香 就绝对不可能先去找李白 蒜香意思 啊李白 朱老师这个人 一向不记仇 Babry face 老药了 先弄半杯小鸟 不得干 弄半杯 就来这么高 那么在经过了和李师傅的一番恩怨以后 朱老师也是已经彻底成型了 基本上来说 得谁都是一刀秒 也事实后 到了回收开头的时间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面这个李师傅 他就拎不清 一个秀儿 你秀就完事了嘛 你为什么就跟朱老师的点尾过不去呢 他这个战斗力也有七八千了 为什么就非要这样呢 打点尾 不利用优势去拉扯 还非要跟他去战路 朱老师想不通 朱老师不理解 但朱老师赢了比赛十分开心 那么今天这个玩法 你学费了吗 彩蛋环节 有人说 用了朱老师的玩法 排位输了十几颗心 这一看就是个假粉丝 讲良心话 你要是真的没气的玩法 你都用了 我就不信你 还有能打排位的幸运分 最多输两颗心 多了不可能